孟兴蕊用五年的时间 偷偷地暗恋着替他解围的学长 可是被暗恋的人却对此毫不知情 早在三年前 这位学长就毕业离开了学校 进入社会工作 茫茫人海中的学长 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孟兴蕊的真情告白吗 暗恋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看得到 接触不到 想得到 得不到 但是被暗恋者却毫不知情 这是最残忍的事 那么这些年来 他喜欢的这位欧巴 他会不会来到现场呢 请你站到告白之门的恩兼旁边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 赵丽要问你几个问题 孟兴蕊 很有可能你所喜欢的这个男孩 他不会来 可能他永远都不知道你的这番情意 如果他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我已经很鼓起勇气过来了 如果他来不来 我都认了 你就认了 从此放弃是吗 对 好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不接受你的表白 你怎么做 是继续做朋友呢 还是继续暗恋 做朋友吧 如果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女朋友呢 放弃喜欢他 放弃喜欢他 好 我们掌声送给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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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